雖然葉麗兒給人感覺很正氣 其實她也有鬼馬一面 這麼多年來 她都嘗試過很多突破演出 一定是觀眾朋友們的難忘回憶 不過她這麼漂亮, 我穿得這麼醜 要穿西裝配襯她才行, 來 我滿眼怨恨, 彷彿苦痛滿身 這個… 這是我在夜總會做節目的 一部分搬到這裡做的 你是阿肥? 我這麼胖, 還不是阿肥? 你不是胖, 你是番薯葉葉麗兒 還在裝模作樣? 像嗎? 不過看你的身形 衣服很重 而且…上半身做到這樣 她簡直是很像身材 這是我將來的身材 是嗎? 我比她比她好多 我扮演小鳳 太厲害了, 我扮演小鳳 我扮演小鳳 這套詞是鄭國剛寫的, 很有趣的 我扮演小鳳, 但聽到有趣的 而且是鄭國, 你們怎麼可能 照片段很珍貴 謝謝你們這些片段 起起洋洋 洋洋四方 剛才那句話是宋洋 好愛 扮小豐, 要不要做很多準備功夫? 要的, 要看很多演唱片段 還有最重要是降低的聲音來唱 肥肥哥主要靠衣服和頭髮 我還有一次, 我第一次在醫館 也做過這個項目 扮三個人, 肥肥、徐小鳳和汪明荃 有古裝, 換衣服換得很快 幫我負責排舞 還有可以說有少許功夫的導師 就是李洪杰 我換了衣服, 站著一把武器站在那裡 英姿換髮 一看, 原來他忘記了頂眼鏡 他戴著眼鏡 於是所有的舞蹈員, 什麼人都笑得笑得笑得 但當然了, 現場的不能改 唯有繼續死定地唱下去 但那次我永遠都不會讓他忘記 我見到他, 我就說脫眼鏡 這個應該是1983…82、83年 TVB有一個很好的排舞老師 叫做韓龍澤 他是從英國來的 他有很多創意 他提議我做一個一邊男人一邊女人 又要自己和自己跳探戈 他幫我排舞 也挑戰得很高 因為我不太懂得跳舞 韓龍澤幫我排舞的時候 我永遠都是從右腳開始 左腳開始, 我忘記了 我到現在也是這樣 所以他成為了我很多年的好朋友 我現在也有機會去英國見他 他一定會為你 我多麼感激 有你陪伴我歸家 多麼感激 有愛陪伴我歌 再唱怒放心花 這句是最漂亮的 因為只有一些他們的愛 他們給我的支持 我才能夠繼續唱下去 今年是我出道了55年 我會在8月開演唱會 主題是感恩 因為我很感激 1955年的路途上 有很多音樂人 很多朋友給我支持 所以我的演唱會會感謝輝哥 感謝占叔、感謝鄭老師 感謝鮑比達、倫永良 甚至最近的歐丁玉 我也很幸運 在我68歲那年 有本地的唱片公司簽了我 我也很驚訝 為何會在68歲都跟別人簽 現在公司很疼愛我 即使疫情的時間 每六個月左右 我會有一首新歌唱 還有機會跟歐丁玉合作 最近歐丁玉合作 也特別找了一首歌 叫做感恩 就是在這個演唱會上 用這首歌來感謝一群對我很好 很多幫助的人 但我覺得最主要… 我還要感謝香港這麼多年來 喜歡聽我的歌 每次我回來演唱 他們都來聽 買我唱片 還有很關心我的健康 有時我在公共交通遇到朋友 我不認識他 他走過來 很高興你有演唱會 你身體好不好 他們很關心我 我不是偶像 但他們會用一個很關心的態度 很友善的態度跟我聊天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唱了55年 很多朋友都問 你會不會退休的 你這次是否告別 我覺得無需要做這件事 第一, 我一直以來都這麼喜歡 尤其是做演唱會 跟觀眾現場的交流 他們給我的那種感覺 如果我不唱的話 我會很失落 我相信我取一條很中容的道 就是淡出飛鬥 就是沒有人找我唱 我就不唱, 是不是? 這是最好的辦法 但是只要有人找我唱 還有我身體健康可以應付的話 我會繼續唱 其實我不唱歌的時候 我就是個家庭主婦 我是很愛家的 我通常星期六、星期日早上 我會跟他們面對面 如果我在那裡 在澳洲跟他們在一起 我都會跟他們見面 一起吃早餐 有時候我煮班戟 有時候我煮麥皮 因為我們住在同一層樓 一棟樓 我在樓上、他在樓下 他們上來吃東西是很方便的 如果真的要我說心裡的說話 我要感謝我丈夫 因為我丈夫做我的經理人 已經五十年了 他經常都笑 他說沒有一個男人可以說 我管理了我老婆五十年 其實我有今天能夠唱到這麼久 除了一直遇上好運氣、有歌之外 還要感謝他給我好好編排我工作 在工作上我永遠是排第一 在家裡他永遠是第一 我也很慶幸我們兩個 都是第二次婚姻 大家相處得這麼好 他剛剛過了八十歲 現在已經退一步 很多事情不需要他安排 有唱片公司照顧我 所以我應該說一句 Thank you David